今天我們要來談談暖男 對 因為最近大家都說 其實現在帥男不流行 其實現在帥男不流行 小鮮肉不可靠 最好就是暖男 暖男有點難唸 暖男具備什麼條件呢 今天我就請到四位 不同年齡的暖男喔 好 我們先介紹暖男的大哥好不好 好 因為當爸爸了嘛 暖男爸爸 品冠 謝謝小燕姐 好 你看 品冠就是這個很標準型的 就是暖男爸爸式 對不對 娶了老婆 生了兩個孩子 其實文文靜靜 看起來絕不發脾氣 對不對 大家可能對暖男 有一個錯誤的定義 對 剛剛小燕姐講說 其實大家都可能比較喜歡帥哥 但是忽略了暖男 但是重點是 暖男不一定不帥 暖男也可以很帥 你的意思是要翻一下說我暖男 對不對 暖男 也可以很帥 也可以很帥 但是那個帥也要帥得很暖 對 發自內心的 發自內心的 很帥 而不是擺出來的姿勢 對不對 沒錯... 也沒錯 好 沒錯 好 第二位暖男呢 這個暖男看起來比較叛逆一點 不知道因為今天她的頭髮的關係 來 我們歡迎陸士兵 大家好 謝謝 好 你覺得暖男的 這個必備的條件是什麼 必備的條件 要長頭髮 然後心要好 然後練得很壯 要長頭髮 很好 都先試試看 對 要長頭髮 暖頭髮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暖男通常很重要一點 因為男生很喜歡裝酷 有很多男男對不對 很喜歡裝酷 但是暖男通常不太說話 會帶點微笑 就有一點微笑 是... 但是沒有侵略性的笑容 對 不是很侵略性的笑容 它是暖暖的 但是暖男很重要的 就這個笑容 你笑得好笑喔 你在示範暖男的笑容是不是 對...我都在示範她 而且暖男很重要一點 她有時會做一些 讓你覺得溫暖的動作 這是暖男很重要的 來 陸思銘常常就會做一些 讓人家覺得溫暖的動作 貼心... 貼心 對 我會... 對 盡量看一些 女孩子的需求上的要求 對 冷的就幫她披露 對不對 對 比如說她可能經過看到 她可能多瞄眼那件衣服 多瞄了一下我就會記住了 然後下次回去幫她 對 先存錢吧 先存錢 對 大家會做一些 令你覺得溫暖的事情 這是暖男很重要 好 再介紹一個張栗霖 小燕姐好 好 她有很典型的暖男笑容容 那剛剛你看 有笑容 要帶點害羞 對不對 我是... 你看 帶點害... 因為她晚上就害羞了 這不容易對不對 不是 這個真的是 真的是演不出來的這個 演不出來的對不對 真的是這樣子 真的是這樣 而且看起來就是沒有那種 對 我覺得暖男很重要 因為有些男人看起來 有點侵略性 好像很想要怎麼樣 很想跟你講話 暖男都是退在那裡 你想跟我講話 我才跟你講話 對不對 對 比較被動 不想要把氣氛弄得好像我很積極 就先看現場情況怎麼樣 那對方有意願 有想幹嘛 那我再來配合 配合度相當高 以退為進 講得好... 好 今天暖男當中最小的一位 這個就是蔡美佑 來 反正一個 我是微暖男 微暖男 你是微微的暖男對不對 我還在剛萌芽階段 我有個比喻就是說 女孩子身上穿的毛衣 如果你穿皮衣可能會很緊 可能會很熱 但是穿一件薄薄的毛衣 有一點溫暖的感覺 暖男給你的感覺就是 一個薄薄的毛衣的感覺 你們是不是這樣對女生呢 是不是 那不能說 是的... 對不對 我覺得除了對 就是當然女生身邊的所有朋友 都希望現場狀況啊 或者是拍戲的狀況 所有人 大家都是氣氛是好的 那大家都是開心的 那在現場很照顧 那就只要我可以做到的 那就盡量讓大家都是舒服的 其實今天這個很特別喔 這個棟梁跟品冠都來自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對 對 熱帶 熱帶 所以很溫暖對不對 那你是九幾年來的 我是...我95年正式在馬來西亞 開始演藝事業 然後96年來台灣 對 你呢 我是02年在馬來西亞出道 05年到台灣 差個10年啊 我又叫冠爺 開玩笑 沒有...不要這樣 而且小時候那光品冠是我們那 偶像嗎 完全 大家在...大家在學校 在馬來西亞是這樣子的是不是 對 你知道剛剛明佑很狠 對 剛剛是棟梁說 她從小聽我唱歌 然後 對 那我... 我... 我想我們有差這麼遠嗎 我們的GENERATION 沒有差這麼遠 她保養得非常好 我是說除了外在還有心靜 雖然說她已經是爸爸 但是她... 心靜很重要 對 心靜很重要 因為現在跟大家就覺得是 大家就是很靠近的朋友 對 她心靜非常親 其實今天來的四位都是 不同點心的暖男 但而且暖男很重要一點 對女生來講 你們都是 是 小燕姐我講說 現在可能不流行太過有侵略性的 太主動的 反而我們這種以退為進的 反吃香對不對 對 就像很多的偶像劇的 那個女主角永遠都不會被 男主角愛上 或者有些這樣的典型 然後第二個男主角永遠就是 默默的守候在... 守候在女主角旁邊 那我要看這個戲 愛情有沒有 是不是這樣 那誰是... 誰是那個... 默默的守候 兩個都有喔 其實這一次 這一部比較不一樣 因為平時 大部分偶像劇就是 都是有一個壞壞的男生 他就是那個壞壞的男生 但是他是壞的也是默默守候 對 是真的 那怎麼就是演你自己啊 是... 來 請坐... 男人請坐... 這次呢其實棟梁一陣子不見了 好 去度了一個長將 那時候又覺得自己處在一個 必須要先歇一歇的狀態 因為其實當時做決定要離開 是為了再回來 可是當下不知道的時候 一走會走這麼久 像剛剛跟品冠也聊到 他說你好像是離開一年多 我說三年 對 對 那三年嗎 三年真的多 上一次拍戲是三年 我告訴你啊 還好你是男演員 女演員呢 通常我們都覺得 女演員是不能離開太久 離開三個月呢 應該去就割眼睛 六個月呢 就是去拉皮 一年呢 就是生了孩 完蛋都被說中了 對 三年 這就奇怪了 三年 三年這就奇怪了 對不對 三年感覺要退休了 對 為什麼 為什麼走三年呢 當時只是想讓自己去上個課 然後所以拍完上一部戲是 愛情女僕 2012年的時候 就剛好沒約 然後也是原生第一次 從出道到那個時候 是完全沒有進 然後就想說放肆一下 不要續約 不要簽任何約 然後就沒約的狀態 然後出走 然後到紐約去上表演課 這也要像很大的決心 因為你戲都在拍嘛 對 對不對 就是要把你以往建立的 所有的成績 暫時關掉 以後能不能拿回來 也不確定喔 對不對 這有點... 其實有點... 有點危險 有點危險的耶 有點冒險 有點冒險嘛 是不是 對啊 現在... 像你那個時候 要跟光良說 趁也危險啊 對 危險 沒想到就放三年假對不對 對 我趕緊先發片這樣 先搶先贏 先搶先贏 對不對 對 這個其實是... 這不開玩笑 這三年你有沒有想到 不能回來的時候 是擔心自己的狀態 因為其實那時候想要離開 就是希望自己 用一個更好的狀態再回來 然後可以走得更久 所以會擔心說如果那個狀態 一直沒有調整到 自己覺得是OK的 那回不來怎麼辦 我比較擔心是這一塊 那其實當時 有那個很任性的決定 說要放假的時候 我就已經告訴自己說 我就做一個最壞的打算 到時候如果真的 回不來 沒有人要...沒有人在乎你的時候 那就... 那就再看可以看 那你如果回馬來西亞 我看到你家裡人都在馬來西亞嘛 那如果你不能回來 你在馬來西亞能做什麼呢 天啊 你什麼都沒有想到 你好勇敢耶 就覺得不要擔心 我的個性是覺得 因為有經歷一些事情啦 包括...包括爸爸有中風嘛 然後自己有一些生病 生過一場大病 就覺得其實真的好像 應該要活在當下 當然我覺得你說完全不工作 然後完全不要擔心 未來是太不負責任 但是在一個可以控制的範圍裡面 比如說要照顧的人有照顧到 那自己的生計可以把握到 那其實還是要去顧及一些 生活層面應該顧及的事情 因為我也曾經有過一段時間 工作就是我的全部 百分之一百 我有過那五六年 但是我覺得現在工作非常重要 但是我覺得工作 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不希望他變成我的全部 不過我覺得一個藝人能夠 讓自己停下腳步來 停個三年再回來 這都是可以的勇氣獎 我覺得 來...我們來... 江東良 佔別演藝圈 金爆去割雙眼皮 再回來其實是難的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第一步還是第二步 就跟鄧兩朋友 之後還是遇到他 我一直以為他還在 你一直以為他還在 可是我這次跟他合作之後 我發現他眼神不動 他那個眼神 就割了招眼皮還是什麼 單純這樣 讓自己停下腳步來 停個三年再回來 這都是可以的勇氣獎 我覺得 來...我們來... 其實... 不管怎麼樣 沈澱下來都是好的 再去學習也是好的 但是再回來其實是難的 我覺得再回來再去演戲 然後再去重新開始 我都不覺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因為陸世銘 你這一路都一直在這裡演戲嘛 一直都在 那你以前有跟他演過嗎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第一步還第二步 就跟棟兩碰到了 對 那他走三年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不會啊 三年之後 還是遇到他了 其實我一直以為他還在台灣 你一直以為他還在 然後那個時候張棟兩 我說OK... 很久沒見了 可是我這次跟他合作之後 我發現他眼神有不一樣 眼神有不一樣 對 你就割了雙眼皮還是什麼 當前這樣 是割了沒有 對 然後我就發現我就私底下 對 他才跟我說他去了紐約 去...那個什麼演藝學院 所以這個還是有不同對不對 有不一樣 就感受到 就算跟他對戲也是啊 那個能力是不一樣的 這裡面有一個最新的新人 叫做陸思明 你知道嗎 你們出片多久 我大概要9年了 就9年了對不對 那棟梁有幾年了 10年 10年 2005年 品冠 今年20年 對 20年的演唱會 謝謝 品冠是20年的演唱會 現在你在哪裡 2015年11月28號 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就紀念你20年了 對不對 我覺得好像是一轉眼的感覺 就是20年前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對 那時候也剛開始就 上小燕姐的節目 對 對 那時候也很難 很難排小燕姐的節目 沒有 你也就是這樣 你沒變 沒變喔 對 然後就一路到現在 可能我會比棟梁 我可能比他更有危機感一點 像如果我一年沒有出來的話 我就會很慌 很慌對不對 對 尤其是 可能我們從馬來西亞過來 而且我是定居在台北這麼多年 我在台北十幾年了 如果說我 如果沒有發片兩年 我就會開始覺得 好像在這裡沒什麼存在意義 沒什麼存在價值 對 所以可能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讓我一直得要 幾乎這麼多年來 我就是每一年都會想要出一張專輯 對 然後剛好到今年20年 也是我個人的第十張唱片 第十張 第十張唱片是下個月要出來了 謝謝 厲害... 但是我剛剛講了 我們這裡有一個新人 請各位多多的指教 是 這位是陸四平先生 你怎麼會想到要出一批對不對 好 我現在說好了 雖然我可能大家覺得我是新人 可是這首歌 這個故事的概念 可能是六年前我在香港的時候 六年前 對 所以六年到七年 所以是戲劇耽誤了你對不對 是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我跟一個韓國製作人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是在外地 所以我們的女朋友都在海外 所以沒有時間上就是可以 因為那時候沒有Facebook 也沒有什麼視訊 所以唯一方法就是 我們寫歌要發洩一下 就是所以我想看到妳 我想聽到妳 我想摸到妳 那種感覺 然後是寫給男人的歌吧 對 所以這首歌有六年的時間了 有七年 大概十年 現在終於 終於覺得聽話 對 沈澱了差不多七年 因為原本是一個英文版 然後透過我經紀人 我們弄一個中文版 所以你決定現在要唱 是... 確定嗎 確定 確定 在他們面前 我願意 歡迎... 不怕... 謝謝... 歡迎另外一個男人 今天帶來他第一次唱給我們 聽的這首歌 雖然這首歌已經有六年了 他仍然是叫做 擁抱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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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na see you I wanna hear you I wanna teach you All through the night 我不想争辨 谁错谁对 拥抱我 说爱我 不说抱歉 好 謝謝 那你还哭到 謝謝... 其實唱歌是要有勇气的 對不對 是 我覺得比演戲還恐怖 比演戲恐怖嗎 那個是比演戲更有赤裸的感覺 就是全部丟給觀眾 其實我一直覺得這個 唱歌的人 為什麼去演完戲以後 還是不能忘情唱歌 就是演戲其實你在演其他一個人嘛 你是另外一個人 你在這裡頭演一個暖男啊或什麼 那唱歌就是唱你自己啊 你也演過戲嗎 我也演過戲 我跟他完全相反 我覺得演戲太恐怖了 對 我那時候我們剛剛在聊的時候 他講說 我那年是2001年的時候 我演了友台的姐妹八點檔 那是我第一次 要演一個八點檔的男主角 然後跟我對手的是胡婷婷 她的... 後來我們才知道說 因為她背一整夜的台詞 是一字不落的 對 我是那種又 我又是NG王 然後她是0NG 對 我們配在一起 我說 慘了 對 所以我每次 一到電視台 我背一集就是涼的 真的是涼的 一整天拳雷打的戲 我就太恐怖了 那個經驗 所以我知道要感受 因為我進錄音室的時候 我第一次進 我覺得因為我發現 我跟演戲一樣 就是我每次詮釋的方法都會不一樣 其實你在演不同的陸思明就對了 其實我想是這樣子對不對 東梁 你來講一下 演戲有這麼痛苦嗎 我演戲還好 演戲可能會比較 演戲來說 我可能是品觀的前輩 我現在開始拍戲了 對 所以我拍第一部戲的時候 完全可以體會那種背肌是亮的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現場狀況什麼樣 然後你耳朵都會緊張的 都是關起來 然後大家說 左邊一點... 然後大家都說 為什麼他也不左邊... 因為我根本沒有聽到 那你很緊張 你耳朵完全關起來的 而且人家一講左邊 我就會往右邊摳 我就覺得那是左邊喔 對 他的左邊 他的後的左邊 可是現在這幾年過去開始拍戲 其實我還滿享受拍戲的 像跟他拍戲也很過癮 然後我兩個就去想說 那這一場我們要怎麼吵 然後不好我們就說 可以再給我們機會嗎 然後就像他講的拍戲 每一次都不一樣 因為他給我的東西也不一樣 我給他的東西也不一樣 所以是一種比較有趣的 唱歌比較孤單 唱歌都是一個人 對 但是唱歌在做音樂的過程 你有一個班底 我第一次這樣子給小燕姐唱 在你面前這樣唱 我其實昨天晚上壓力是滿大的 會嗎 我睡不著覺 然後我今天在外面 就是要等彩排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麼累 他說你緊張嗎 我說不會 其實還好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吧 應該是喔 對 其實我覺得唱歌 是有一種魔力的 雖然你會很緊張會怎麼樣 但是你還是很想 站在某個舞台上 到最後到了小巨蛋 對不對 那種掌聲啊 那種台下尖叫 或者是大家鼓掌啊 你有演過戲嗎 我有演過戲 音樂向左走向右走 那是跟誰演 那時候是跟娃娃一起演 對 魏如萱 然後電視劇有拍馬親一下 原來是美男 其實也是有戲劇的累積 對 所以我其實剛剛在講 我都很有感覺啊 因為我... 但是我覺得對我來說 那都是很好奇的事 我一直覺得 很多事情我都沒看過 所以在片場 我雖然一開始會慌 可是其實還是覺得很興奮 對 你看 是不是年紀輕一點 去嘗試會比較好一點 對 我其實也是很早去演戲 但是剛好我就接了一個 這麼重要的角色 又是台詞一大串的那種 一箱筐了對不對 其實最近因為我們跟品冠 跟蔡明佑在同一個... 節目裡面 每天的節目 然後他們兩個的個性 非常不一樣 其實 明佑看起來真的很像暖男 品冠看起來真的像好人 好人喔 好人喔 我剛剛表演講說遠距離戀愛 因為我也是過來人 很不容易經營 就是講白一點可能就是 你無時無刻都要在她的旁邊 旁邊 對 但你沒有辦法做到的時候 別的毛衣就蓋上去了 不是嚇你 老師 不是 對...我不是嚇你 嚇你 好可怕 最近因為我們跟品冠跟蔡明佑 在同一個... 節目 對 每天的節目 然後他們兩個的個性 非常不一樣 其實 明佑看起來真的很像暖男 品冠看起來真的像好人 好人喔 對... 明佑其實你的脾氣好嗎 我的脾氣我會失控 我其實就是看不下去 然後忍到一個結界 就過了我就爆炸了 所以我其實平常其實都是在忍的 就是可能看到啊 心裡面還不會有這麼多的情緒 可是那個累積到一個境界 我就會洩洪 我真的是透過我要當初這個節目 才看到一個完整的他 等於像以前你可能出片的時候 或者是可能 我只看到部分的你 可能是得要 因為可能唱情歌的關係 但是透過那些 因為他又做白隊的隊長 然後常常要領導 然後我可以理解他的一些情緒 因為你沒有時間去沉澱的 就是一場接一場 有時候我們一天是錄兩集的 然後萬一你上面這一集被淘汰掉 你兩個...你兩個猛將 可能得要被淘汰 對 要補上去 所以隊形整個又亂掉 馬上有一個新的成員進來的時候 你看你要怎麼樣去 處理這種危機處理 而且我發現他其實是滿厲害的 就在這個當中他又寫了歌 然後他又要... 就出EP了 就出EP 然後要辦演唱會 他沒停過耶 到底是年輕人喔 可以做很多事情喔 沒有... 對不對 前面一陣子 對 那他去年年底的時候 你還幫本家叫他們 在拍戲做演生的 年初的時候對不對 對 年初的時候 所以他其實他... 他沒停過耶 因為我覺得我不想停啊 我就一直想要一直往前走 一直做...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 不要像陸志明 一首歌等了六年 真的... 是不是 下一首歌要再等六年 所以我這個專輯可能要... 你那個韓國製作人還活什麼 餓死啦 滿好比我年輕 好 今天我們就來聽聽明佑的歌 明佑這次唱的叫做八點檔 愛在八點檔 愛在八點檔 為什麼那... 這都是演八點檔的是不是 因為就是過去拍戲的經歷啊 然後就常常會覺得劇本裡面的劇情 都還滿誇張的 然後那個誇張程度是 就是連我身邊的朋友都 譬如說看很多來自星星的你啊 或者是什麼 我們的超合理的喔 我們的非常合理喔 不是...不合理 不是不合理 是真的是我都會覺得說 譬如說 我有時候會看到我的朋友 就是可能就很進入角色 或者是很... 因為一句話就... 改變了他的人生或之類 當然這是好事 可是有時候 我可能跟他講一句 我心裡面的話 他反而沒在聽 或者說我在關心他的時候 他反而沒在聽 然後因為過去拍這麼多 就是這些戲的經歷 我就會覺得 那我是不是要把這樣的一個感覺 放到我的歌裡面 其實因為戲劇跟音樂 其實很多東西是同在一起 是結合在一起 對 來 我們來聽進場美妖的這首 《愛在八點檔》 這是艾琳佑 麥可今天又要飛了 曲子無奈被沒爆了 我抱怨這劇情還下車 你卻是一連愛真的 你活了三次又在活了 昨天孩子又在生了 你還在意孩子是誰的 昨天又沒有第三者 我又不是愛上那個 遠方親戚叔叔叔阿姨的 怪女兒 你又不是臉上那個 你又不是臉上那個 動作迷出外語 同聲的 小阿哥 誇張的劇情 你卻買的都相信著 我一句愛你 卻被懷疑真的假的 你衷情他的 不是指正類流程和 我說心疼疼 一句愛你 我一句愛你 就要我別假演 我叫你的劇情 把一切相信著 我一愛你 就要我一天真理 你 啡啦啡啡啡啡 啡啦啡啡啡啡 啡啡啡啡 我於是啡啦啡啡啡 在八點檔 他在師大的... 師大音樂系 師大音樂系 所以你看 其實我們在看他表演的時候 他琴啊 小滴什麼... 因為知道都彈得好厲害喔 他舞也跳得很好 對 因為之前上一張專輯 曾經有被送到韓國去受訓過 就是有特別去練舞這樣 對 然後也因為在義工隊 待過的關係 所以就一點點律動 其實義工隊不錯 就是你非得跳嘛 對不對 你非得表演 你有沒有想到自己以後 也會結婚生孩子啊 我其實就是看棟梁哥跟看冠哥 跟看陸思敏 其實我就會覺得 我好像一路上就是會 有一點像人類進化史這樣 就是一個一個 所以會變 就是會其實都是一個一個階段的 對啊 就是其實是每一個 好像是我人生之後 會想要做到的標杆 所以其實我的心態上面來講 就是現在這個時刻我覺得 就是要好好的拼一個 然後好好的做演唱會 好好的唱歌 好好的在我要當歌手 然後... 其實今天你們有各種不同喔 這個... 送糧食區度了三年的假 沒有度了三年的假 就是放...放了三年的假 不工作三年耶 有啦 有工作 就是中間還是有一些活動啊 表演啊 還是有工作 就是沒有拍戲跟沒有發唱片 基本上這樣子 可是... 對不對 其他就是像朋友去唱個卡拉OK嘛 對不對 是不是 對不對 對 對 資本要很雄厚 對 沒有 我需要的不多 所以OK 小日子 看起來... 看起來他其實還滿簡樸的 就是去的地方啊 跟他的這個用的啊 什麼看得出來 就是一個人吃飽就都飽了 就這個這樣 但是你知道這裡頭 他放了一個長假 對啊 陸詩明 我記得以前 他就是有一個女朋友 很久... 是的 還在嗎 還在 是還在 你知道嗎 很久... 我就最怕下一次錄影的時候 是不在的 然後錄影前又沒有問到這句話 對... 你知道就很怕講 你知道他 我就覺得很... 還在 還在 下一首歌說再見的時候 然後錄影 等一下 現在是擁抱我 下次擁抱我 擁抱我還有 等一下 那是很久 你們想不到的久耶 十幾年喔 十幾年嗎 不只 二十 那不就是從小時候 就小時候啊 幼稚園的時候在一起 沒有 他十五啊 對 我很年輕 十五歲了 就是 那很難得耶 就是青年愛人對不對 對... 青梅竹馬 青梅竹馬 所以那為什麼不... 有沒有想要定下來呢 對啊 也沒有不定下來 就一直定下來 一直從十五歲定到現在 直到現在 對 這也... 就是結婚結婚已經不重要 對 他不在台灣 然後如果說... 我說真的 我還怕說 如果真的要來 要相處那一段 我還滿緊張的 因為我不知道會怎麼樣 因為太久沒有在一起 同一個地方要相處 但是你們還是常有見面嘛 對不對 有 就是會啦 如果有時間我就去找他 他來找我這樣 算遠距戀愛的意思 對 可是不簡單 這也很炫耶 對不對 可是好像因為這樣 會比較少摩擦 真的嗎 好像會因為這樣 對耶 你很羨慕這樣子嗎 就可以拉比較長 你趕快去找個十五歲的 我試試看 十五歲 不是 趕快找一個十五歲的時候 十五歲還未成年耶 小燕 不是 找一個... 找一個你十五歲認識的人 好... 小時候就認識 太不容易了 二十年 對不對 因為 對 路視頻講的時候 每一次我都很想說 還在嗎 因為你在這裡的工作越來越忙 然後他又在別的地方 然後要兩個人維持這樣長距離 而且你做了這個工作 一般來講 女生是很不放心的啦 是一開始她是的確很不放心 對不對 可是像比如說要拍吻戲什麼 其實我之前就是很... 很怕跟她報備 跟她說這件事 我怕她喪心 可是現在我聰明了 妳反而這樣子的話 妳是代表妳說謊 說謊妳後面就完了 所以一開始就跟她說啦 就是坦誠說今天跟誰啊 對戲啊 有吻戲啊 可是那個過程是很...很煎熬的 不知道怎麼開口 我覺得說這種話有點像說 我...我跟...我批頭 就是有點像 妳知道嗎 我要親另外一個女生吧 這麼嚴重 是啊 對我而言啊 我覺得要開口很難開口 我跟你講 徐乃玲當年也是八點檔男主角 後來她老婆就是受不了 她跟女主角有親熱的戲 然後她就最後... 那個...不野氣 不簡單這樣 就不野氣去主持了 所以她很偉大 就是我覺得另外... 我們另外一半很偉大 對啊 但我剛剛聽到妳講說 遠距離戀愛這個我... 因為我也是過來人 對 因為遠距離真的... 沒有 就真的很... 很不容易經營 你那時候也是遠距離 對 我之前 我現在太太也是我們有 滿長的一段時間 雖然不是很遠 我在台北 她是香港 對 那我之前的曾經也有 比較遠的 那時候真的... 那個比較遠就不行了對不對 我真的所謂... 就是講白一點可能就是 對啦 對 就是其實真的 真的是這樣子 真的是這樣子啊 就是當你... 譬如說我們今天講的 暖男這個話題 我們真的暖男就是 你無時無刻都要在她的旁邊 旁邊 對 但你沒有辦法做到的時候 那很容易就有別的肩膀過來 對 別的肩膀就過去了啊 別的毛衣就蓋上去了啊 對不對 對 別的男男就出現 我不是嚇你 陸思美 對...我不是嚇你 我不是嚇你 我們還是嚇你 嚇你的 結婚責任太沉重 帥氣型男欲酷勒 我跟我太太也是愛情長跑 大概七 八年左右 到真正回到我身邊的時候 我們就在一起了 我開始覺得不太習慣 我有首歌 裡面有一句歌詞它講到就是 一個人的十全十美 終於輸給兩全其 平常沒有陸思美 你還能混多久 別的毛衣就蓋上去了 對不對 沒有 別的暖暖的出現 我不是嚇你 陸思美 對...我不是嚇你 我不是嚇你 我們還是嚇你 嚇很大 而且當遠距離久了以後 當你們真正 比如說你們要再進一步 比如說如果你以後 要講到結婚這個事情 兩個人住在一起 又是另外一個學問 對 對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對 陸思美現在就在怕這個 就退退... 但終究... 交換一下社群網站我請教你 對啊 好不好 我想你當時如果不結婚就... 然後小孩就不會有 所以這次要下決定 要下決定的 我跟我太太也是愛情長跑 大概七 八年左右 那時候我們決定結婚了以後 結婚以後的... 後面的半年 我們還是分隔兩地的 她還是在香港工作 然後到了... 我一直說服她說 那你搬回來台灣吧 對 我們都已經結婚了 為什麼這樣分隔兩地 對 因為你一直在唱 現在你在哪裡啊 對... 然後到真正 她回到我身邊的時候 我們就在一起了 我開始覺得不太習慣 對 雖然已經是夫妻 對 但因為就是說 一直想跟她說 你下半季幾點 不是...沒有 重點就是說 其實像我... 我有首歌叫做 《越愛越配》 裡面有一句歌詞它講到就是 一個人的十全十美 終於輸給兩全其美 對 所謂的一個人十全十美 就是我們常常覺得說 我希望我的100分 能夠感染到你 那你也融進我的生活裡面 對 但是常常我們... 不可能 其實有一句話就是 我們要盡量把我們原來的100分 去掉50分 你也把你的50分去掉 我們融在一起 這樣才是兩全其美 聽到沒有 陸思明 今天我FB就要PO這一句話 所以說真正就在一起 才是一個真正的學問 考驗的開始 也許是挑戰 但是如果你們真正能夠 融為在一起 那就是沒有人能夠破壞你們 對 他有工作嗎 有 現在有工作 他來的時候 來的時候是沒有的 對 甚至還多兩個小孩 還多了兩個小孩 那也是另外一題了 對 還多了兩個小孩 動良 在我們講這個題目的時候 你眉頭伸鎖是為什麼 被你發現 沒有 就... 就憧憬那些有小孩啊 然後 我自己非常喜歡小朋友 所以... 但你常放假 這不行 你是伸手做是不是 對... 然後家裡有姐姐妹妹他們的小朋友 可以給我玩 你上面寫了這個 你妹妹真的很好幫... 家裡就生了對不對 對 但是妹妹生不代表你生啊 是啦 是沒有這麼直接 但是其實也是... 也是家裡的福氣嘛 那也是家裡的小孩 沒有分得這麼細 沒有 我一直覺得 其實男人喔 從...不管談戀愛做什麼事情 當要跟某人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Promise是一種 很大的責任感 我覺得那個責任感 是會讓很多男生 很怕去負起的 不管你是個高個啊 矮個啊 你知道 這個其實是 但是有的時候 遠距離是讓你 避免馬上接受這個現實 對 布斯銘 你還想混多久 你還想混多久 像妳剛剛說的那個責任感 我覺得是因為責任感這三個字 我覺得我們暖男 就是有某一種壓力 對 就是不知不覺說 我要就要扛這個責任就是 我不放棄 就是不能放棄 不管再怎麼樣 就是不放棄 然後看看 看後面怎麼樣 可是看到他這樣子 我覺得其實滿有希望的 滿有希望的 因為我一直有疑問 就是如果真的是發生的話 可能就沒了 可是那也沒...可以幹嘛 你又呢 你還小啦 你現在還小 我都還在 我現在想的不是這些啦 就是比較沒想那麼多 現在想的是怎麼樣賺第一桶金 往前衝 往前衝 然後要講兩個人 要講結婚 我覺得好像離我還有點遠 但我很想...我很想要 很想要有... 就是找到一個合適的人 然後一起生小孩 組一個家庭 這我想過 但是現在會放在後面 其實我在想啊 你們能想到一個 敢跟他牽手出去的就... 就不容易了吧 對不對 滿難的 對啊 對你們來講 如果你決定這個人 我想跟他一起站著出去 我願意被人家拍到 我都無所謂 這個決心就很難了吧 那天我就說 對不對 對不對 就很多人不敢嘛 不願意啊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現在好像還好耶 現在好像比較... 大家比較不會這麼的 介意這些事 就我自己看大家 好 那你要先... 現在如果有的時候 早點告訴我 好 我會先跟小燕姐講 先起來盡力我吧 先趕快跟妳講 好 現在我們先來聽棟娘說 原來是小燕姐的 好 我會先跟小燕姐講 先起來盡力我吧 先趕快跟妳講 好 現在我們先來聽棟娘說 原來是小燕姐的 人生如果沒...沒有如果 如果沒有放假 如果沒有長假 如果沒有丟棄一切 這就是妳的歌對不對 對 就是一個活在當下的態度 人生沒有如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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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對快樂不再殘忍無緣 人生沒有如果 比如說 環境一種生活 有什麼結果 人生沒有如果 有什麼結果 比如說 沒有再好心中 會不會落後 只能放生一波 原來... 大家來看一下 好 其實我要再說一下 其實這兩位暖男的最近 一起又拍一部戲叫做 愛情有沒有 對不對 再一次合作下雨橋 對 他是演水瓶座對不對 但你是什麼座 射手座 我是射手 你是金牛座 你們兩個很不合 不會 不會啊 對 一個是一直往外飛 一直在阿倫 沒有做對不對 他在放假我們 對 蔡朋友說我想我可以的 對 這是在阿倫北中南三場對不對 對 巡迴演出 從9月11號 Legacy 10月2號在台中的Legacy 10月17號的在 高雄博二Live Warehouse 我想你可以的 OK 好 那評判了這個 20年現在你在哪裡 他記得很有意思 他其實是 想想20年前到現在 在台灣的歌迷現在在哪裡 我們要不要來繼續 其實有時候也是在問 我們自己在哪裡 對 我下個月要出的那張專輯 叫做無法理解的大人 對 其實有時候我們 一轉眼20年 有時候我們想說 現在我們這個樣子 是不是我們小時候 希望成為的樣子呢 其實有時候是不見得的 你這句話又讓我們想起來說 小時候你父母希望你成為 你現在這樣嗎 我父母還是我 你父母 我父母好像 希望我成為我現在這樣子 真的嗎 對 因為他們很支持我啊 一路上 從來沒有反對過我 要當藝人或是出唱片或演戲 他們給我好大的空間 我超幸運 我也是 我跟他一樣 我家人其實從小就非常的支持 不管我們要幹嘛 只要小孩不要做壞事 爸媽都是支持的 陸思敏一定也是 是不是 我媽媽比較支持 對 媽媽比較支持 好 現在你在哪裡 這個是紀念她的20年的世界 巡迴演唱 先從台北開始 11月28號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是的 謝謝 從下個月開始 她就要帶出她的這個新的專輯 不 你今天唱的就是現在你在哪裡 對 現在你在哪裡 是 這個 對很多這個不見的人很不錯 對 現在你在哪裡 對 有朋友 伙伴 甚至是曾經在我生命中 很重要的那些人 來 我們來聽聽這首歌 現在現在你在哪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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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算有一點點成績 有時候不經意想起我們足跡 當年怎麼斷了練習不敢追憶 有些話一直想說卻已來不及 也會打擾你的平靜 現在的你在哪裡 好久不見你曾經最熟悉 怎可能落去 雖然那些故事在也沒結局 我問你走到哪裡 我們的距離能在哪裡 好暖喔 很暖...對不對 平凡唱歌我總覺得 他自己帶的喇叭來了 對 剛剛在彩排就想說 剛剛聲音已經到了啊 對 因為我之前在... 之前都聽過 你知道管個聲音好大 謝謝... 這太厲害了 對 內裝的Woofer 內裝Woofer 自己有抓過 暖男老大對不對 今天非常謝謝四位來到我們節目 謝謝 下班 下班 對